那最近有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就是稻草冷氣 那電視有報導過說 印度現在很流行這個稻草冷氣 那應該叫做窮人冷氣吧 那價錢很便宜啦 大概新台幣1500 那如果真正冷氣大概要15000 甚至35000 所以呢稻草冷氣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其實呢稻草冷氣跟我之前 有教各位DIY的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水連扇 這個原理啊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我有稍微看了一下印度他們的設計 就是說它是三面 三面都用稻草 它這個稻草沒有鋪我們這麼厚 鏡頭帶過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這個是比較厚啦 稻草它沒那麼厚 所以它三面都用稻草 然後空氣就是 看你要往外吹和內吹都一樣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邊一樣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風扇嘛 就是把含水氣的空氣吹出來就這樣子 就是經過這個水氣來對環境做一個降溫 那事實上 目前這個水連扇 用的這個就是加木獅子這樣做的一個水連嘛 就是多孔的一個材質 多孔多表面 那很容易通過這個氣流 也很容易潮濕 那具有通風然後潮濕的特性 那也很容易乾燥 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你如果今天你這個東西啊 充滿了水氣不乾燥的話 糟糕了 花霉 那這個電視報導這個稻草冷氣啊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花霉的問題 因為畢竟稻草泡的水很容易花霉 它的通風性啊 絕對不可能像加木獅子江這個水連那麼好 那事實上呢 這個他們用 用這個稻草來取代這個 吸水的一個材質啊 事實上啊 我在去年的時候就有教各位 也可以用 我旁邊的這個 我拿給各位看一下 來在這裡 這個就是 菜瓜布嘛 這個菜瓜布做的一個 一個那個 這個倒水的一個潮濕的一個設備嘛 啊 就是說讓氣流通過這個布滿水分的 這個菜瓜布啊 然後 它就可以 達到這個 蒸發的一個目的啦 啊 啊 我除了教各位之外 我有一個影片是用這個 啊 用這個毛巾 啊 就是我們家的毛巾 啊 事實上我有兩部影片 一片是用這個 一片用這個 一片用這個 三部啦 啊 就是 就是把毛巾掛著嘛 然後水從上面淋 啊 上面淋水 然後這個毛巾都變潮濕嘛 氣流通過啊 就好了 啊 那個意思是一樣的啦 這個叫做毛巾水連扇 啊 啊 就是說 像這種菜瓜布 也比較不容易花霉啦 毛巾的話也 花霉也比較不會有這個花霉的情形 因為它 不是很密集的這樣 這樣在一起啊 就夾在一起啊 那整把稻草這樣弄在一起 恐怕花霉的機率是蠻高的啊 尤其是 你今天你要散熱一定是高 高溫嘛 對不對 高溫高溫潮濕 就是 有利於煤菌的生長嘛 這大家都知道的啊 再來就是說 我順便來跟各位講一下這個 啊 這個水連扇好了啊 水連扇啊 他原則上是要在開放空間 開放空間啊 為什麼 因為那個水啊 啊 空氣經過這個水連的時候呢 空氣裡面 含有非常飽和的這個水氣 啊 這個水氣如果悶在你的空間裡面的話 這人是相當不舒服的 也達不到這個散熱的目的 啊 所以說 啊 你一定 一定要在這個開放的空間啊 啊 譬如說你今天廚師在煮飯 煮菜 啊 也沒有牆壁啊 什麼都沒有 啊 這樣這樣來 用這個水連扇對著人吹呢 是相當好的 啊 或是秀車場 啊 也是很開放的 啊 不可能把冷氣攔住嘛 啊 這個 飽含水 水分的這個空氣的流通經過 這樣就是 有很好的降溫效果 啊 再來就是我們的 辦公室也是一樣啊 你氣流都要 都要很順暢的流 絕對不能把它悶在這個現場裡面 啊 因為 因為我有介紹 可是好像大家有提出 會不會過度潮濕啊 問題 那確定是會過度潮濕 啊 所以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有進有出 不會讓這個 飽含水氣的空氣啊 停留在 在高溫的這個空間裡面 啊 那事實上 我們國內的養雞場 啊 啊 的做法大概是這樣子啊 我們先來 來看一下我這個 這個 我來從鏡頭帶過來 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這個水氣是從這邊進來嘛 啊 空氣從這邊進來 經過這個潮濕的這個水簾 然後 從這邊 這邊抽出來 啊 抽出來的時候 這個會把空氣 導到你的這個工作空間嘛 啊 那一般來 一般來講 它的 養雞場 或是 養豬場啊 都一樣 啊 它是水簾在 譬如說 你 譬如說一個房子 啊 照我好了 啊 你一個房子 我們假設這邊是 白水簾 啊 啊 黃子的另外一側 啊 是用抽風機 啊 你把這個空間裡面的 抽風機把它抽出去的時候 空氣一定要從水簾這邊補充 啊 所以說 整個空氣的氣流是 嗯 在房子的前跟後 啊 有各有一個機構 啊 不像這個 這是黏在一起的 啊 一般來講 不管你是溫室也好 或是 嗯 激色也好 啊 一邊是水簾板 在房子的另外一側 啊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抽風扇 啊 這樣造成整個內部的一個空氣 那空氣才會好 那溫度才會降啊 啊 才不會悶熱潮濕這樣子 啊 所以用法還是一定要用的對 不然是沒有什麼效果 啊 所以說呢 我們 趁這個機會啊 趁這個 大家在講這個 稻草 冷氣的時候 也順便 先告訴各位這個 水簾 啊 的一個正確的一個用法 啊 啊 就是說 大空間一定要一前一後 啊 一進一出 啊 前後都要有一個設備 啊 如果說開放的小空間 啊 就做一體式的 一體式的 連在一起 這樣就對了 那 今天呢 很高興跟各位介紹這個 稻草冷氣 那 那 希望呢 各位會喜歡今天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要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